在空气中行进的均匀平面波 它的电场是这个东西 你看它这个是什么 这是YZ 它是朝Y行进的波 那么电场的方向是X方向 因此它是垂直偏正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它的入射方向是这个 因为入射方向就是 就是等于AYcosc的I 剪掉AZsinc的I 那么Y是朝正方向传播 复复得正这个Z是朝负方向传播 那么 这个是入射线 它现在告诉我们 入射到这个Y等于0 就是界面上 这个界值是句本一息 那么它的频率是一点 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应该平均功率密度了 1.4W per meter square 频率三个Gigahertz Giga就是10的 9-9次方 这个入射角是58度 这个Seat Eye58度 那么如果它的频率 频率就是这个频率 本来就是这个频率 求在这个频率的时候 它的10 它的正幅是多少 假设它是施数 还有求它的FaceConstant 像场数Beta1 然后再求第一区的磁场 像量式 然后FaceC 就是求入射坡 入射坡 它的磁场 因为它只告诉我们电场 还有反射坡的电场 还有反射坡的磁场 的向量式 那么反射坡跟穿射坡的时间 平均功率 要求这个 求反射坡 穿射坡 它的平均功率 剧本一息 它的参数 Sigma2等于0 所以它是一个 Perfect Dielectrics 界电常数是 约为2.56 μR μ22 等于1 那现在这是它给我们的题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 第一个 要求10跟Beta1 求10跟Beta1 你怎么求10呢 因为它告诉你的 平均功率密度了 告诉你这个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用来求10 这个我们在讲 功率密度 讲Poiting Vector 那一张 我们介绍过 这很重要 很重要 你知道这个 它跟10有这种的关系 而它又等于1.4 所以10就可以从这个式子求出来 10就等于2 Eta 2Eta 乘上1.4 1.4 开根号 那2 Eta是377Ω 因为这是空气 这1.4W 这1.4W per meter square 这个算出来 是32.5V per meter Beta1 我们就用 向常数 这个关系 那这个 根号 Mu1 Epsilon 因为它在空气里头 所以这个就跟 Mu0 Epsilon 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 C分之1 那就就是 C分之W Omega C分之Omega Omega是 2πF C是3成10的八十方 meter per second 这个算一算 3成10的八十方 约掉了 所以这个还有 20个π Radiant per meter A部分 我们就做完了 好 看B部分 B部分 我们先求 H1 就第一区的 磁场的 总磁场的 它的向量值 那你现在 我们知道 入射场 那现在我们要求 入射场的电场 我们现在要求 入射坡 它的H场 入射坡 不是要求 入射坡 不是 我们要求入射坡 的H场 对 那你先要知道 入射线 行径方向的单位 向量 我刚刚说过 它就是等于 那个phase factor 那个指数里头的 你把Y 变成 A1 Z变成AZ 或者你去 从这里看 这个分量 Z 是负的 这个Y 是正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 把H I 求出来 就是入射线的 H场 的向量是 我们用 这个式子 A1 乘上 Ki Univector Cross Ei Y Z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重写 Ki 就是这个 那 Ei 题目告诉我们 是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 这两个 Cross 这两个向量 Cross 那先把这个 常数向 提出来 10 over A1 那 AY Cross AX 对于 负AZ YX 等于负AZ 我们把负的 提出来 AZ Cross AX 等于AY 这也是一个负的 也提出来 就变成 这样的式子 这是 入射线的磁场 好 那我们就把 这些值带进去 E0 刚刚提出 写出来了 32.5个 Vol per meter A1 377 欧姆 I C的I 是58度 那就Posin 58度 A1 358度 这个也把 58度 带进去 那你就可以 去算 这个 Cosin 是多少 Sin 58度 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 算出来 它是 这样的一个值 单位是 A 10倍 per meter 刚刚那个是 求这个 Hi 刚刚 我看看 这个是 Hi 这个大概 我写错 应该是 Hi Hi 那我们现在 再看 Hi 求过了 Hi 我们刚刚求过 要求这个 跟这个 现在我们 利用这个 Snell's Law Snell's Law 这是 第一个戒指的 N1 这是 入射 脚 正旋 函数 所以第二个戒指的 N2 就是它的 折射率 跟 折射角 的正旋 函数 我们把这个 N跟这个的 关系 带进来 N是跟 Y 乘正比 Y 乘根号 乘正比 所以这个式子 就可以变成 这样的式子 那Sin Sin Sin 这I是58度 这个等于1 因为它在空气里面 那这个呢 2.56 就是 剧本于C 那就可以 把3C的T 求出来 3C的T 求出来是 32度 32度 那我们就可以 把 伽玛 求出来 为什么 要求Gamma呢 因为 Gamma 是等于这个词 它现在不是要去ER吗 对不对 ER ER EOR ER 它的正符是这个 正符不知道 这个已知 那你就用这个 可以 如果这个算出来 就可以算这个 而这个式子呢 是垂直偏正的 反射习数 我们现在用 Epsilon 用这个 界定常数来表示 那C的I知道了 58度 C的I 32度 知道了 这个是1 这是2.56 都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值带进去 算出来 Gamma 是等于负 0.438 对于0.438 那就是 EOR 就等于负 0.438 EOI 所以反射波的电场 我们就可以写成 这个 乘上入射波的电场 AX Uni Vector 乘上这个是 入射波的电场 然后 再 乘上这个 就是 打一个折扣 就是 反射 反射线的电场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进去 这个也知道了 这些都知道了 算出来 它就等于负的 这个都要算出来 14.2Volts per meter 后面这个 像 因子 就写在这里 反射线的电场 反射波的电场 我们也求出来了 那么 我们现在 看反射波是这个 反射波 反射波它的 行进方向的单位相量 Y是负的 Z也是负的 所以 两个都是负的 这一定要会写 我强调了好多次 H R 就等于 A大分之一 K R unit vector X ER 反射线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现在要求 跟它对应的H乘就这么求 A大分之一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字 这个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对不对 好 现在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常数提出来 14.2Volts per meter 被377欧姆来除 那这个里头呢 98度也可以算啊 后面这个也可以算出来啊 那就 这就是什么 就是HR 就是反射场 反射波的H场 好 现在求反射波与穿射波的时间平均功率 好 反射波电场知道了 H厂知道了 那我们求它的反射波的平均功率 我们不要去算 就是因为这个已经知道了 好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很重要啊 这个式多少呢 14.2倍平方 倍三百 应该是377平方 这里应该是个平方 算出来 是这个式 这漏掉一个平方 因为 这不是 这个不是 我搞错了 这个上面有一个A平方 分母 然后 乘上这个 它over这个东西吧 它是over这个 然后 然后再被这个来除 这个结果是等于0.269瓦特 per meter square 那这个就是等于1 我看错了 这个是HR 我们用的是ER ER ER就没有eta 1嘛 对不对 它就是这个 被这个除 这个是HR 好 应用功率守恒原理 求穿射坡的时间功率 入射坡已经算出来了 一开头就算出来了 反射坡也知道了 好 那我们就用 入射坡的 平均功率 这是投影在 在这个平面上的 如果没有扩散 它就是朝这一方向 朝这个方向的 那现在它投影在这里 它面积变大了 单位面积大 就变小 好 反射坡的 平均功率 加上穿射坡的 平均功率 好 那么 那这个算出来了 1.4乘上cos58度 这个是0.269 刚刚算出来 再加上 这个不知道 因为入射角等于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所以这也是58度 58度 那这个 穿射角 32度 我们用那个 Snell slot可以算出来 那写得 这个 穿射坡的 平均功率 就等于 你把这个搬过来算一算 被这个除嘛 0.707个Wat per meter square 也可以由这个式子来做 穿射坡 直接用这个 穿射坡的正负 等于入射坡的正负 乘上一个穿射系数 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你知道这两样 所以用这个式子 这个穿射 这两倍的 穿射坡的 这两倍的 Cos58度 Cos58度 再加上这个 这是1 这是2.56 这个是32度 你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就等于0.562 Toc等于0.562 你把它带进去 好 那现在 8.2 8.2 我们还没有 还不知道 我们要用它的这个定义 来算 好 它是等于 mu2 over epsilon2 开更好 mu2是等于 mu2r mu2r mu2r都是1 Epsilon2 Epsilon2 它等于 Epsilon0 乘上 Epsilon2r 那我们把这个 放在这个地方来 那这里就是什么 就是 A0 A0就是377个 欧姆 这应该要写欧姆 我这写漏掉了 377欧姆 这个是不明书 最后是等于236个欧姆 这个欧姆要写 欧姆要写 我这个漏掉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值 带到这个地方去 EOT EOT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个 乘上 EOT 乘上EOI 这个乘EOI 然后这两倍的 乘上 乘上这个值 这个 这个应该 不是377 这个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应该 这个应该是236 这个 EOTA2 应该用236 这不是377 236 你把这个算一算 等于0.707 等于0.707 我这个打错了 这应该是236 以上是我们讲垂直偏正波 现在我们看平行偏正波 什么叫平行偏正波 就是 电场 入色波的电场方向 跟入色面平行 你看 这是入色波的电场 它不就在这个面上面吗 在这个面上面吗 我们以前上次讲的垂直偏正是8点的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现在我们先把 假定入色波的入色角 是θi 那你就要先把 这个单位相按写出来 Ki 你看 K 大小是1 这个方向是正的 这个方向也是正的 所以它就对 Ax sinθi Az cosθi 这要写出来 我们这里 我们讲垂直偏正的时候 我们是先写它的电场 入色波的电场 现在呢 我们不写电场 因为你写电场 它有两个分量 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比较不好写 你写H长呢 它就只有一个方向 它就是Y方向 Y方向 我们虽然写的是Hi 但是它的正符 Eoi 这个Hi的正符 它本来是Hoi Hoi就等于Eoi over 801 我们还是用 还是假定 入色波的电场 它的正符一致 这是它的Face Factor Beta1就是第一个介质的 Ki R.r 那我们就这个写出来 这个造写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把Ki.r 那就相当于把Ax 换成X Az 换成Z 好 这个是Hi 这个 如果这个知道的话 应该这些都知道了 应该这些都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求出Ei 用Hi来表示Ei 我们就是用这个 Fu eta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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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呈這個 是負的E-O-I 然後我們看 AXXXY是AZ 負的 我們就寫負的 負的呈進來了 AZXXY是負AX 負負的正就是這個 就把入射線的電線寫出來 你看 這個電線有兩個component 有沒有 一個在X方向 一個Z方向 那就是在XZ這個面 就是入射面 這是入射波 那我們也可以再求反射波 首先我們就假設 它的反射角是C到R 這個是假設 我們不知道 假如它是C到R 那KR就是這個方向 它的兩個分量 Z是負的 X是正的 它就是等於這個字 這樣會寫 HR就是反射波的 HX 反射波的 HX 它就等於這裡應該是 本來這個負的成這個 是寫成HOR 那HOR跟EOR有這個關係 負的 EOR over Eta 1 因為它是反射波 所以這裡多一個負號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那現在呢 我們知道 反射波的電線我們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這個KR dotR 那就等於 X Theta 3 Theta R 減掉 Z cos Theta R 這裡頭 這個不知道 Theta R 不知道 1 我們假設這個 H上是這個 電場就用這個來帶 反射波的電場 4 Theta 1 在外面 4 Theta 1 在外面 這個 KR 就是這個字 Cross HR Cross 這個 你把這個Cross起來 Ata 跟Ata 約掉了 Ata 跟Ata 約掉了 它就是 EOR 這本來有個負號 不過我們這裡來 你也可以把這負號拿出來 負負的正 那這就變成正的 AX cross AY AZ AZ cross 正 AY 是等於負AX 負負也的正 這是它的反射波的電場 反射波的電場 它的行進方向 反射波的電場 行進方向 你看 行進方向 X是正的 不是這裡 行進 這個X是正的 Z是負的 這個是反射波電場的分量 你看 電場 你看 Z也是正的 這個分量 X也是正的 這個是指電場的分量 反射波知道了 就出來了 不過就是裡頭 Zeta R 不知道 EOR 不知道 好 現在我們看 穿射波 假設這個是穿射角 這是Normal Line 穿射角 Zeta T 那麼它的行進方向是這個 所以X是正 X是正 Z是正 就是這個 X AX Sine Theta 加AZ Cosine Theta 那H T呢 它就等於AY 這應該是HT HT HT就等於HOT A1 那這就等於EOT OVER ETA 它是第二個介質嘛 所以它的ETA 要用第二個介質 第二個介質的這個數目來表示 好 這個擺在這裡 這個呢 DOTR 那就等於把相當於AX變成X AZ變成Z 好 這是我們假設 Transible的HX 這個不知道喔 Zeta T不知道喔 好 假設它是這個 那E T Transmission Wave它的電場 相當式就是這樣的 Fu ETA 2 乘上括弧 KT CROSS HT 那我們就把這個造型 KT就是用這個 HT用這個 好 這個CROSS起來 結果的 EOT提出來 這有個負號 不過AX cross AY是AZ 所以是負AZ 有個負號 AZ cross AY等於負AX 負負得正 後面這個造型 好 這個就是Transible的電場 這一項不知道 這一項不知道 好 好 這裡頭 ETA1就是前面那個ETA1 就是這個ETA1 這個戒指的 它是更號 MU1 over Epsilon1 ETA2 是等於更號 MU2 over Epsilon2 好 那三個波我們都有了 那它裡頭有這些數目 這個是什麼 未知數 我們該 我們怎麼求這個未知數呢 是由邊界連續條件決定 邊界的連續條件決定 邊界連續條件 你可以用電場的切線分量 在邊界上向連續 如果兩個都是界電值的話 它的H上的切線分量也向連續 因為它沒有Current Density 好 我們把入色波電場 反色波的電場 穿色波的電場 我們重寫一遍 這個我們前面都求過了 好 現在我們說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是 X是切線分量 Y也是切線分量 Z就不是 所以這項我們就不要 只要這個切線分量 然後Z等於0 將來這個Z等於0 就是指數裡頭的這項不要 好 總電場相連續 我們就得EOi 乘上這個 大小 我們只寫大小 EOi cosθi 這個 exponential-jbeta1 xsinθi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只要這個 只要這個 這個只要這個 那它就是EOi cosθr exponential-beta1x3θr 這是第一區的總電廠 入射坡加反射坡 然後等於川射坡 川射坡也是切線分量 乘上這一項 這三個十字相等 這三項加起來 兩項加起來等於這一項 那還是一樣 我們說這個exponential這一項 它是一個無窮奇數 無窮多項 而這個x隨著時間在變化 它前進了 那你不管x在哪裡 這個加這個都要等於這個 那沒有那麼巧 因為無窮多項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這三個exponential項 要相等 相等 就是這個 要等於這一項 等於這一項 我們先看這個等式 β1x3θr 等於β1x3θr 那麼β1x可以消掉 那我們就得 那我們就得 θr 這就是我們那個 這是重新一遍 好 θr等於θr 這兩項就變成一樣了 那就變成這一項等於這一項 大家把x約掉 那就是β1x3θr 等於β2x3θr 這個就是Snell's Law的 測試定律 那現在我們把這三項 帶到這個裡頭去 那就是exponential項消掉了 消掉以後 eor 這個 這個大家都有 因為θr等3 θr等θi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θi提出來 裡頭就是eoi 再eor 那這個是eot 我們這裡把eor over eoi eot over eoi 求出來 大家都被這個 大家都被這個除 然後呢 求這一項 把這個帶到這個獅子裡面去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 帶到這個獅子裡面去 中心裡 你把那個冷氣把它關掉好了 好 這個 把這一項帶到這個裡頭來 你看 那它等於什麼呢 切得這個獅子 這個就是反射 系數 平行偏正 反射系數 是等於這個字 這裡是用eta1 eta2來表示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用這個表示 用這個表示 OK 這個θt如果知道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變成θi 變成θi 變成θi 那這個獅子 變成θi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獅子變成這樣 通通通都是θi 這個要記起來 平行偏正跟垂直偏正不一樣喔 不一樣 平行偏正的穿射系數就是eot over eoi eot over eoi 那麼我們從前面 我們可以得到 前一頁我們可以得到 它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eta2 就用eta來表示 你也可以用這個表示 假如這個知道 也知道這個 就用這個表示 如果這個也不知道 只有θi知道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獅子 畫成這個獅子 我們還是用這些條件 我就不仔細畫了 你們自己去畫一下 我們就解得 穿射系數跟反射系數 這兩個有什麼關係呢 有這個關係 它就不像我們前面講的那麼簡單 e加gamma垂直偏正等於ta垂直偏正 它多了一項這個 你自己去證明看看 自己去證明看看 好 現在我們看一個例題 在空氣中行進的可見光 以40度的入射角 斜向入射於 玻璃 空氣跟玻璃的界面 玻璃的折射率是1.52 好 現在要求什麼 如果這個光線是垂直偏正 求它的反射系數跟穿射系數 第二個 如果這個光線是平行偏正 再求一次反射系數跟穿射系數 好 那就很簡單 其實編正觀你就把這個寫出來 現在你知道什麼 知道N 所以我們不要把這個畫成N 這個比跟N成正比 所以我剛剛那個關係裡面有 再畫成這個 它只知道入射波的入射角 所以用θR 用這一下 用這一下 然後你把這個值帶進去 這個40度 N2是1.52 N1是1 這size 平方40度 你把這個去算出來 是等於負的2.85 這是垂直偏正的反射系數 好 它的穿射系數 我們本來是這個 公式裡頭只有這個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 就變成它的 N2 over N1的平方 這個就跟前面那個一樣 它是N2 over N1的平方 1.52 2.52 這些都有了 對不對 0.715 好 對不對 你算了對不對 你把1加上tot 是等於多少 0.715 就是垂直偏正的穿射系數 所以對了 這個用來 你用來檢驗的 好 我們再看平行編正光 平行編正光 垂直偏正 本來我們用的這個 那你現在把這個都畫成N1跟N2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這是N2平方 這樣子 OK 這個也是 因為這個N2在下面 它是1.52 它-2之方 這40度帶進去 是負的0.125 是負的0.125 穿射系數 平行編正的穿射系數 你現在也帶進去 就是等於 這個都帶進去算 40度 0.74 所以有Snell's long Sine 40度 就是N1乘340度 N2乘3C-T 我們就得折射角 3C-T就可以算出來了 25度 25度 好 那現在 另外 因為我們這要 要驗證 1加γ 平行編正 要等於這個 所以你要算這個角 1加γ 1加-0.125 等於0.875 好 這個是0.74 乘上cos25度 cos40度 然後這個帶進去 等於0.875 你看一模一樣 對不對 好 這個式子 照理說就是 你應該先把這個 加起來等於這個 就是說現在要 要驗證等於這個 這個式子裡頭需要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才用Snell's law 然後得出十四角 然後帶進去 那我因為 在這裡可以用講解的 我們減少一些偷影片的章數 所以一算結果滿足